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复写fan的默认配置 这一顿还挺重要的 但是口译我又翻不好 所以我把它贴到了谷歌翻译上 并且做了一些修改 好,我们看第一句 它说Spring Cloud的fan 支持的一个中心概念是命名客户单 命名客户单 也就是我们可以为这个client进行命名 它每个fanclient是整体的一部分 它们一起工作以按需联系远程服务器 它说work together, contact remote server on demand 并且该整体具有一个名称 开发人员可以用fanclient将其命名 看到这个就了然了 我们来看一下上一节课的这个fan的例子 我们可以用这个进行命名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name 我可以用这个命名 那name呢 我们发现其实它是value的这个别名 那value是什么 我们这边的value是这个 也就是这个fanclient 它名称就是这个东西 OK 回到这边 然后这句非常的重要 它说 SpringCloud按照需要 根据需要 使用这个fanclient configuration为每个命名的客户单创建一个新的整体作为applicationconnect 也就是说 这个configuration是fanclient的这个默认配置类啊 就一个例子 这讲起来还挺麻烦的 这讲起来还挺麻烦的 fanclient的configuration 是不是就是它 对啊 为每个命名的客户端创建一个整体作为applicationconnect 这个就有意思了 他说 也就是说你这个里面 也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它创建了一个整体 创建了一个applicationcontext 我们知道Spring它是一个负子容器 那这边创建了什么 我们通过这个fanclient的其实创建了一个子容器 然后 这包含了什么呢 它包含了fandecoder和fanencoder和fancontract 包含了解码器编码器和契约 最主要的是这一句比较 一定要理解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文档 可能这边会比较枯燥 但是一些概念不理解的话 可能还比较难懂 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 好下面我们继续看 它说Spring Cloud Let's take full control of fanclient by declaring additional configuration 你可以用额外的这个声明额外的配置 去完全的控制这个fan的这个配置 大概这样这个意思 然后这边给了一个视力 我们可以用这个configuration的这个玩法就OK了 好它说在这个视力里面 it is composed from the components already 什么together with any 什么东西 好 这边无所谓了 然后这边又有个warning 跟那个ribbon一样 说的其实也是一个事了 就是说configuration和这个component scan 它的包不能放在一起 否则可能会有冲突 会造成所有的fanclient都使用这个configuration的这个类 那如果想只配某一个fanclient为某一个类配置的话 那就得有两种方法 这个在ribbon里面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讲解了 所以我们就不讨论了 然后这边又有一个这个note 他说service id attribute is now deprecated in favor of name 也就是这边呢 你尽量用name吧 不要用service id了 我们看一下service id 他已经失效了 他说你用name吧 这个 好 然后previously 这个也非常重要 如果你 他说我先说一下什么意思 他说previously using the url 就别的 didn't require name 也就别的 username now required的 他说以前呢 你使用这个url属性 这里面有一个url属性 url 等于 如果你以前呢 用这个url属性 这个name 它不是必须的 但是现在呢 它是必须的了 这个意思 就这边 你使用url的 你不能不写name 就举个例子 譬如说 我这边只写url 我没有写name 他是不报错的 但是启动的时候 就启动不来 好 我们继续看 他说spring cloud netflix 这个项目呢 使用的这些东西作为fan的默认配置 然后编码器用的是这个编码器 编码器用的是这个编码器 logger用的是这个logger contract 契约用的是这个surprime mvc的契约 所以他可以使用surprime mvc的注解 fame builder用的是这个histrix的fame builder 然后client用的是这个什么东西 所以 他 他是if ribbon is enabled 如果你使用ribbon的话 ribbon是可以用的 你就可以用这个 然后你还可以使用这个okhttp 这也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项目啊 你可以这样配置 怎么玩啊 好 然后呢 下面的这些东西是 Sprime Cloud的没有 没有进行默认配置的 does not provide the following bins by default for fin 但是呢 你也可以自己玩嘛 but it still looks up bins for these types of什么东西 就不多了 好 下面我们写demo 怎么样去自定义这个配置呢 哦 这个我先把它回滚一下 revert fame这一节还挺难讲的 可能讲的也不好 大家多多担担 哦 已经很尽力了 哈哈哈哈 好 我们为了不侵入原来代码 我们新增新加一个demo 呃 叫customizing f2 f2 删掉不用的文件 修改pam 修改artifact的id 设计 然后 然后 修改 pairing的项目 添加module 好 导入项目 费 他说 我开文档 选到这里 他说你可以用这个configuration 叫configuration 我叫configuration 都好不对吗 都好 都好 name configuration 叫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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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诶 居然给我导了一个不论哪里的configuration 然后叫configuration1吧 那我要创建一个这个类 那我要创建一个这个类 为了不跟这个component的scan进行冲突 所以我把它放到这个包下面去 对啊 它默认至少它和下面的东西 我把它放到这里肯定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configuration的类 怎么写呢 在这里 我们抄一下 拖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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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吗 啊 累不对 引入的包不对 好 那刚刚我有说过这个contractor 是契约 所以它使用suprmvc的这个 现在用的是suprmvc的这个 现在用的是suprmvc 所以它是可以使用suprmvc的注解 那我现在使用的是 这个的这这边写的是default default是什么呢 看一下 哦 default 它是fame本身的这个类里面的 所以它用的是fame本身的这个注解 那 我们这些是不是可能都没用了 先 不管 先启动这个 Eureka 这我就8761 卡 好 Eureka 启动 啊 user 启动 启动 下面我们启动这个 fame 这个新的 分享 then customizing 我们叠八个模式吧 我们发现根本启动不了 OK 它说 这个是什么moviecontroller unsatisfieddependency 这个是什么东西 在这里 the method the method finableid not entated with http method f8 好 启动不了 那 当然启动不了嘛 因为 现在我应该用fame的默认注解 但是我并没有 所以呢 我们得回到 fame的github 看一下 怎么玩 原来也是so easy啊 就这么玩就ok了 注解换换就行了嘛 那我们为了简单 我们把这两个去掉 我用这个叫request line 嗯 嗯 诶 尴尬 嗯 嗯 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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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param设计一下 这样就OK了 然后它的get是放在这个里面的 get空格 然后你想要请求的地址 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好 再起 嗯 保存了 好 我删掉了两个方法 不要了 7902 7902 访问 movie 1 OK 这个timeout是为什么呢 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 机器 那当是机器问题 我先 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讨论 之后我们花一点时间 我来花一点时间研究一下 然后我们再进行讲 好 我们发现现在是OK的 是可以使用的 那现在的话我们就使用了这个 呃 fame默认的这个注解 那么 假设 呃 我想一下怎么能说啊 我们先暂停